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 友达董事长彭双浪对新内阁 抱持高度期待 新团队新气象 彭双浪希望政府能协助中小企业 周转资金并且持续解决 台湾产业长期面对的五缺 以及低薪结构问题 另外对于补班机制 彭双浪也表示看法 会打乱我们 尤其是在做国际贸 国际市场的这个整个的脚步 太多的廉价 然后最后还要补班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我想小确信 不是我们现在追求的目标 我们应该整个 整个国家应该有更远大的 这个规划跟目标才对 回到产业面 今年电子产业景气会是如何 彭双浪指出 去年受疫情通膨的影响 消费力道比较弱 总体库存也高 不过今年有望逐季好转 第二季以后我们会看到的是逐季 在往上的这个走势 所以今年其实整个整体的电子产业 应该会是比去年要好的这个状况 通膨的压力稍微减缓了一点 那对整体的消费市场 应该是一个激励的效果 媒体问道 关于台积电市型弹性上下班制 友达是否跟进 彭双浪说 两年前因应疫情风控 友达实施弹性办公 混合上班的模式 更因此开发办公室会议管理系统 创造出新生意商机 目前弹性上下班的员工 已有一千多位 新桃尔亚太电视胡宗翰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